我是安哥 欢迎来到我的影剧讲评 今天为大家介绍我们与二的距离 于2019、3月上映 在各大网站都有极高的评分 我们与二的距离的主题是以随机杀人事件为开端 造成许多家庭的破碎 一下名持枪闯进电影院扫射 造成多名人员伤亡 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想起 几年前的侦差事件 当时引起社会的塌伐 而当时的台湾也在讨论 到底要不要枪决侦差 让许多学者想要开始探讨 究竟是台湾教育还是家庭环境影响了政差 而受到舆论压力的法务部 速审速决结束了这个案件 正义终究会得到伸张 也抚平了家属的伤痛 但...这之后呢? 枪想之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究竟是要费死还是伸张正义 至今依旧没有明确的答案 而台湾节目较少以这种敏感话题作为题材 毕竟支持与不支持枪决的人大有人在 稍有不注意就会造成社会的踏法 我们与恶的距离 为观众揭示 社会视而不见的伤疤 那就是 到底那些杀人犯究竟还有没有人权? 说实在话 经过政差的事件后 我是挺支持枪决的 如果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朋好友 当然那些杀人犯要负责任 但...这之后呢? 编剧里十元构想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时候 并没有给出到底要不要费死的结果 不支持费死也不支持枪决 剧中的内容更加偏重于被害家属 因为创伤无法走出心里的阴霾 于是开始将剑拔指向加害者 想要喧血心中的怒火 甚至开始攻击或者谩骂加害者的家属 但...你们有想过吗? 加害者的家属也是个被害者 良心上的谴责甚至这个社会再也无法容纳这家人 无形之中受害者的家属也慢慢变成了加害者 我们与恶的距离刻画出家庭不和谐 视觉失调症 不良媒体等议题 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好戏 非常建议大家观赏 编辑里十元 为了刻画出角色的个性 里十元寻放法官 律师 社工 视觉失调症病友等40多位 剧中每一位角色都被赋予了生命力 里十元更是安排剧中每一位人物 针锋相对的桥段 像是身为媒体人宋乔安 和医疗人员的弟妹 林义俊 对于有没有精神病 这件事情杠上好几回 以及被害者家属的宋乔安 和加害者家属的李大芝 在同一个职场上班 里十元将社会上本该水火不容的角色 变成家人上下属的关系 每一位角色在剧中的摩拳擦掌 让观众目不转睛 剧中宋乔安带着自己的儿子上电影院 本想要在电影院外面喝杯咖啡 放松心情的时候 却意外碰上了李小明拿枪扫射电影院 自己的儿子刘天燕因此上灭 伤心欲觉得他开始戒酒消愁 原本笑容可居的宋乔安 渐渐变得冷酷无情 不管是对下属还是枕边人 逐渐失去了耐心 原本以为全心全力投入在工作上 就可以淡忘伤痛 却总是梦到刘天燕充满惊恐下的无助感 自己却又没在身旁保护儿子 于是投注更多心思在工作上 这间接导致丈夫 刘昭国以及女儿刘天晴 与宋乔安渐行渐远 年幼的天晴以为自己的妈妈不喜欢自己 又正直叛逆年纪的她 不小心脱口说出 你为什么不跟刘天燕一起死掉算了 这个伤疤又一次的在宋乔安的内心掀起涟漪 想要用酒精以及工作麻痹自己 夫妻间的距离更加遥远 宋乔安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杀人犯和他的家人都不用付出责任 我们家的天燕算什么 当李小明的家人知道 自己的儿子犯下大错 就变卖家产赔给被害家属 也曾经想过要当面向被害家属赔不是 可是李家看到被李小明伤害的无故姓名 却止步不前 因为李家知道再多的抱歉也都换不回人命 李家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道歉 但是李小明残害的九条人命已经无法挽回 于是许多网路留言以及言语的霸凌铺天盖地而来 甚至有人说李家是作秀 根本没有诚意要道歉 连下跪都是有高人指点 李家知道社会大众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选择逃避到乡下的老家 生计只能靠李妈妈卖点小吃尾声 而帮李小明辩护的律师王舍 想要帮助李家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面对被害者的家属 也可以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最重要的是了解李小明的犯案动机以及真相 就可以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李妈妈则是回应 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 要花20年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 这句话相当的痴心 却也无法反驳 剧中王舍不只是处理李小明的案件 也处理诱杀两位儿童事件的陈昌 这让许多民众认为 王舍想要帮陈昌躲过死刑 看到这里许多人一定会问 为什么王舍要帮这些罪人呢 让他们赶快服法补就好了 剧中李小明本来要面见李家 法务部因为要平息民愤 所以果断让李小明服法 连家人以及辩护律师都不执行的情况下 曹操结束 我也跟各位观众一样 觉得真是大快人心啊 直到王舍讲了这番话 翻转了我对死刑的看法 他杀了人就应该死 不代表要民主法治要跟着一起陪葬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逮捕他 浪费这两年的时间开庭调查 我们抓到他的时候 就一人捅他一刀 就把他捅死就好了啊 看到这里我认为 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与金钱去调查呢 不就是为了建立更完善的制度 以警惕教育人吗 而王舍因为多次帮杀人犯脱罪 这让王舍的家人受到陌生人的威胁 以及生命上的恐吓 王舍的老婆丁美妹因此活在恐惧之中 再一次的意外之下 腹中的婴儿早餐 最后多处衰竭而夭折 难道恐吓王舍一家的人没有犯罪吗 当宋乔安发现李大芝的哥哥就是李小明 于是让人跟踪拍摄 导致李家的住所被公开 李大芝向宋乔安说了一句话 我哥是杀了很多人 但是我跟我家人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而宋乔安则是说 那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 看到这里观众的内心一定会像我一样 究竟谁才是对的呢 谁又是错的呢 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如果有也不是我们旁观者能够理清的 我只想给旁观者几句话 如果恨可以弥补过去的话 那就去恨吧 但是千万不能伤害那些无辜的人 法律并没有给你权利去让你伤害 或者间接杀害这些人的权利 这些人心里受的折磨也不小 不管是舆论的压力还是良心上的谴责 当你选择宣泄压力的时候 也无疑的是残害甚至杀害了这些无辜人的一生 那么 枪响之后究竟还剩下什么 我个人认为只剩下无止境的悔恨 剧中宋乔安向刘昭国坦承 自己很自责 让刘天燕独自承受恐惧 所以选择封闭自我 为了掩饰自己的伤口 选择用工作以及酒精麻痹自己 刘昭国带着宋乔安来到电影院 这是宋乔安永远不敢碰触的伤口 当时天燕的笑容浮现在脑海里 所有的悔恨、自责与哀伤 随着眼泪倾泻而下 这些年来宋乔安最恨的那个人 正是自己没有尽到保护天燕的责任 这些痛苦很难用三言两语道尽 更别提安慰之类的话 像是从哪跌倒就从哪站起来 要勇敢不要哭泣之类的话 换作发生在我身上 或许会跟被害者家属同样的心情 剧中滴妹妹对网社说过 以前认为你当律师 我可以包容你、谅解你 没想到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却开始责怪你 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谁都无法说得准 我们可以在旁边说三道四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当事人 我们可以毫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言论 建议那些人 你就应该怎样怎样 去看医生啊 出去走走之类的话 但是 如果发生在未来的我身上的话 我只想对未来的我说 你受尽的折磨也够了 为什么不试着原谅自己呢 世界上如果多一份关爱 就少一份对立与仇恨 希望大家也能够挥别过去 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以及订阅哦